嗨,大家好,何老师邀请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次的春节作业,老宅心碎的构思,拍摄过程以及器材使用。 那么我为什么会想到拍这个故事呢? 因为每年春节的时候,其实长辈都会带着我们这些小辈回到宗祠,然后祭祀祖先,希望来年顺顺利利,风调雨顺。 那么其实我作为小辈,以前不太能够懂得这个宗祠的意义,只觉得在宗祠里和同伴追逐万傻非常好玩。 直到今年回家过年,我看到匾额上写着尚书啊,将军啊,长海铸剑等等,就在联想到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的一本书《美国与中国》里面描述了中国乡身阶层一直是一千多年以来维持中国社会稳定的一个中间力量, 并且他们也会通过科举制度来进入到中国的统治阶层。 于是呢,我把宗祠作为故事的主要线索,串联起整条片子。 为了让大家有更好的被吸引的感觉呢,我把我认为拍的一些比较好的华彩片段放在最前面, 比如说我为了让大家更加身临其境,于是安排我的小外公在前面推开宗祠的大门, 这样然后让大家进入这个宗祠,表示着故事的开始。 还有呢,我就是举着Gimbal在柱子中间穿行,这样子呢,大家就可以感受到三维空间的一种移动感。 那么接下来呢,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这次拍摄过程中使用的器材。 首先呢,我使用了这款GH5相机。GH5相机呢,是在相同价位中将防抖功能做的最好的相机。 是因为它四分之三的感光元件,使得同样有五轴防抖的,使得它比同样有五轴防抖的全画幅相机具有更好的稳定性。 同时呢,它支持拍摄4K每秒60帧的画面,那么每秒60帧的画面呢,它有更好的稳定性。 而且,当我们在后期做Time Remapping的时候,将画面从低速调成高速时,它具有更好的明显的效果。 也会让整个花材画面更加的好看。 那么4K画面呢,因为它比1080画面是要大四倍的,我们在后期剪辑的时候将画面放大,也不会影响到这个画质。 那么在这次拍摄过程中呢,我使用了两款镜头。 一款呢,是8到18毫米的镜头。 还有一个镜头呢,就是佳南的50毫米的镜头。 那么8到18毫米的镜头,它作为一款广角镜头。 它是可以拍到建筑的全貌的。 而且当它结合GIMMOS使用的时候呢,它会让整个画面的移动效果更好。 然后我们大家也可以来看一下,我在开头拍摄的《跟随老奶奶在巷子里》的这段画面。 就是使用8到18毫米的镜头的。 那么拍摄细节时候呢,我就会使用这款佳南的50毫米镜头。 大家都知道,如果想要拍摄好的细节的话, 我们都需要前景深。 那么前景深的条件有三。 第一个条件就是大光圈。 第二个条件是长焦段。 那么第三个条件就是近距离拍摄了,近距离拍摄物体。 那么这个50毫米的镜头呢,它的光圈最大是1.4。 所以拍摄出来还是挺不错的。 那这款佳南镜头呢,它的焦段是50毫米。 但是因为这个GH5它是三四分之三的这个画幅。 当画面要变成全画幅时,它这个50毫米就变成了需要乘以2变成了100毫米。 所以它的焦段会变得更长。 那么这个景深也会更加浅,整个画面也会更加的好看,细节也会更加清楚。 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可以贴近距离的拍摄这本书或者诗物。 所以就这样子可以呈现出好的效果。 何老师一直跟我们强调,专业和业余的区别呢,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呢,就是景深控制。 第二点呢,就是机位移动了。 那么景深控制呢,我是使用佳南的50毫米镜头来控制它的前景深,使得主体能够更加突出。 那么关于机位移动呢,我主要有的,有用到两款设施。 第一款设施呢,非常重要,就是这个Gimbal。 然后第二款设施呢,就是这个轨道了。 这个轨道是我为了拍摄,近距离拍摄物体的移动时候,特意购入的。 然后这款轨道,你不要看它只有这么一点距离,但是它在这个移动的时候呢,它是可以达到它的两倍距离长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实用的。 而且拍摄一个近距离的物体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稳。 然后整个画面也都非常好看,为我们的这个影片增色不少。 那么这个Gimbal呢,就是更加重要了,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角色。 这款Gimbal是DJI的Gimbal,但是我当时使用的Gimbal是Brandon Lee在Hong Kong Strong里面使用的Beholder。 那款Beholder Gimbal虽然说它有一些重,但是它非常的稳定。 那么接下来我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使用Gimbal的一些小技巧。 关于Gimbal使用的小技巧呢,第一点就是你的双臂要夹紧你的腋下,这样子呢,你的手不会,举着Gimbal时候不会随意的晃动,同时它也会更加的有力量。 第二点呢,就是你的这个腰腹这边需要有一种人在背后推你,然后是需要一种紧绷的状态。 这样子的话,整个状态会更加,你举Gimbal也会更加稳定。 其次呢,你的步伐是需要学习日本的Linja Work,这样子。 它会,步伐会比较轻松,落地也会比较轻,你在走路行走时候也会更加稳。 那么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关于剪辑的一些想法。 那么在这次剪辑中呢,我主要使用了手尾呼应和空间转接这两个方法。 手尾呼应呢,我以宗词作为开头,再以宗词作为结尾。 这样子呢,可以使整个片子更加的完整。 那么令我一个感到比较困难的事情,就是怎么从宗词转到家人啊,春节啊这个主题上去。 那么这边呢,我发现了正好有一个契机,就是我发现一张桌子, 就是之前祠堂有一张桌子,上面是有老者是之前在上面写春联的。 家里呢,也正好老人会在桌子上写春联。 所以我就将把这张桌子作为空间转接点, 是把祠堂这个空间转接到家里这个空间去。 往年,在这张桌子上,会有家族长者书写春联和福子。 但今年,这项重要的春节仪式转移到了家中。 同时也比较顺畅地把这个主题转换过来,使整个片子更加的流畅。 一个春节又过去了,人间沧桑变幻。 而这座祠堂,虽然斑驳残久,却依然倔强地在世间助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